计算摄影 未来可期 这是我今天凌晨看完苹果发布会后最大的感想 从1839年达盖尔江度音铜板曝光 从胶片到数码 从小底到大底 从笨重复杂的木箱式照相机 曝光一次几十分钟 到从口袋里面掏出一部几百克的手机 就可以咔嚓一下 摄影无论从方式还是方法 无论是设备还是操作 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摄影的本质依然是记录 随着拍摄设备越来越便捷 越来越小精化智能化的今天 手机已经跟11年前的夏普SH04天壤之别 若干年前曾经出现过 先拍摄后对焦的光场相机 由于后期操作复杂 前期拍摄效果分辨率像素都差强人意 虽然概念超前 但还是最终失败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 手机芯片的不断迭代升级 计算摄影与手机结合水到渠成 小小的体积 强大的计算能力 实现了光场相机没有完成的那一部分 也许用不到5年10年 那句抵达一击压死人 可能就会被计算摄影所颠覆 发布会中 iPhone 13 Pro演示视频先拍摄后对焦 果然应了去年苹果发布会首闻 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12不香 13香 祖传的60Hz刷新率 终于升级到了 Promotion 120Hz自适应刷新率 手术级的不锈钢边框 超磁晶面板 屏幕峰值达到了1200尼特 A15仿灯芯片 77毫米的三倍光学变焦 主射F2.8光圈 带有光学防抖 26毫米F1.5光圈 传感器为仪式防抖的广角镜头 以及13毫米F1.8光圈的超广角镜头 整体实现了六倍光学变焦 支持两厘米距离对焦的 微距照片以及视频拍摄 并且支持升降格 这一点我觉得是这一代iPhone 摄像头最大的可玩点 它让我们可以用手机拍摄出 非常好玩的或者非常震撼的 微距特写画面 还有电影效果模式 先拍摄再选择焦点变化 这对于从事影像视频拍摄的用户 无疑是关注最多的点 但貌似发布会 并没有提这个视频的规格 后来我在机型对比中 发现了这个参数 目前这个功能 仅支持1080P30帧下的拍摄 所以计算摄影里面的视频 还有一段路要走 至于发布会iPhone 13 前面发布的新iPad iPad mini 我只能说没啥兴趣 另外就是大家认为 可能会变成直边框的 这个Apple Watch S7 更是让很多人失望了 结果除了屏占比 大的那么一丢丢以外 看得到的改变就没了 其实苹果这个手表 最实用的功能 就这一个 9月17号晚上7点50 提醒我买iPhone 好的 这样好了 至于你需不需要 升级到iPhone 13 那就要看你是否要 尝先我上面说的 两个功能 毕竟除了这两点以外 跟12没有多大直观的区别 好了 就说这么多吧 因为肥肠素育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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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